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专家说要给王一博介绍对象,网友调喊回复,大可不必了。这七天天向上果然是信息量太大了。先有王一博作为手机平保,容易激发人消费心理,引起人的原始冲动。 这也难怪王一博的代言,销量,那是一起绝尘,任何的新代言瞬间秒眉的节奏甚至都形成了王一博现象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?貌似这七请来的嘉宾,都在各行业中的精英教授,都特别喜欢调侃王一博,特别喜欢调侃这个孩子。原因可能就是一点,人长得好看呗。 现场的观众多半都是冲着王一博而来。再加上,面对很多问题,王一博提问的积极性也被调动了起来,化身好奇宝宝,俨然一个十万个为什么。 搞笑的是,在提及生物基因问题的时候,王一博的一个问题,果然引起了专家的兴趣,更是在解答他问题的时候,顺带着说要给他介绍起对象来。 对此,这个问题显然引发了网友的一顿神回复。试问,王一博的粉丝听后的感受如何呢? 有一种在线喂柠檬的感觉吧,特别是年轻小姑娘,听后直接摇头拒绝,大可不必啊。 突然想问,王一博的粉丝,不是妈妈粉,阿姨粉居多吗?怎么问出来这个问题后,这么多人纷纷摇头呢? 看来披着妈粉的粉丝,在敏感问题上,都淡定不了啊,瞬间脱皮了,都是女友粉了吗? 网上对于这个问题,开启了小作文模式,打开后,都在讨论这个问题。 很多妈粉,表示哪怕自己结婚了,听到后,内心还是有点一丝丝的酸,看来追星还是有很多人带着太多的个人感情,很全地投入了进入。 这个不足为奇,追星的第一个感觉,就是这个人符合自己的审美,有了自己喜欢的点,才会这般投入,要不然怎么能发现这个人身上的亮点呢? 更何况王一博长得好看,性格更是让人有种说不出的冲动跟欣赏,把它当作对异性的标准,很正常,哪怕是得不到,也可以满足一下我们心理慰藉吧。 很多人的反应对于小妖来看,都是正常的一个反应,这种人,被喜欢,很正常的,如果排队有机会的话,我们都会去排队的,毕竟人优秀,还在我们的审美点上,更重要的是人家的责任感跟担当方面,很不错。 大部分网友的态度就是,教授啊,大可不必了吧,人家不缺啊。 突然想问下薛教授,未来能否多一点像王一博这种优秀基因的人,可以批发一下呢?开玩笑的哦。 最近一直都想说,王一博如今的形象,逐渐在打破常规话,总感觉他酷盖的形象一去不复返了,总会不自觉地看到他机灵,可爱,超甜的一面,特别喜欢他害羞或者带着不经意地吃瓜偷笑的表情。 总感觉如今的王一博,才是他最真实的性格,不像曾经刻意保持高冷,现在更多是他最真实的一面。 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,也是个善于表达的人,虽有点直接,但足够坦诚,也是个干脆利落之人,不作作扭念。 真的活成了一个自我的人,挺好的,好想说,王一博应该不缺对象,排队的人太多了,努力搞事业吧,才二十出头。